中国四川前天经历了地牛翻身 而日本昨晚也发生地震 三行先外海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10点22分 发生李氏6.7级强震 造成26人蒙受轻重伤 地震发生之后 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警报 不会已经在两个半小时之后解除 不过当地目前还最下雨 也可能迎来暴雨 气象厅官员随后发出土崩预警 并且警告下周可能会发生强烈的余震 强烈的摇晃导致房子的瓦片碎裂 甚至整个屋顶坍塌 马路出现裂痕 也使到屋内的物品跌落在地 不少玻璃瓶等易碎物破碎 一片朗急 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地震导致山形线和新系线 数千户住家断电 列车停止大约一千人紧急疏散 这次的地震属于潜震 镇央位于山形线西海岸外海约50公里处 震源深度约14公里 日本气象厅在地震发生后 曾发出海啸警告 指山形线新系线 石川县西北部沿海地区 可能发生高达一米的海啸 不过警报已经在两个半小时后解除 是新制装着状态的 目前当地的商业活动已经恢复正常 电源供应和大部分列车也重新投入运作 马兴社新闻台综合报道